其實我本身仰慕了阿正很久 不是廢話來的 後來我知道有這個節目組找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再知道主持是誰的時候 我就隨即吐反應 我其實起初認識Dixon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他是一個很乖巧的男生 以為他是很安靜 是很官仔骨骨 但認識後發現他的內臟也相當幼稚 他有一件事是挺可取的 他其實也挺跳皮的 因為原來我們這次在這個節目裡面 很多女藝術其中一個對男生的要求 就是希望他不要太悶和古板 剛好我們那五位的男生 就是混合的男生和男士 他們都是相對斯文和怕手 所以相比之下他就很突出 他簡直就是漆黑中的螢火蟲 他們就要自己選擇自己心儀的對象 我們的角色可能就像祖爸祖媽一樣 我教那些男生如何嘗試去埋手 如何入手香港的女生 如何可以主攻他們 通常我的角色就是那種 大家一起聊一下 究竟男生有什麼不識趣的地方 我們又會打龍通 所以我的角色真的像祖媽 通常有我們在場 就是一些十個人在這裡的大場合 會不會吃個飯 或者是會不會玩水上的遊戲 然後就令到他們可以溫暖一下 不要那麼害羞 不敢正視他們 因為有些身材都相當好 所以都很緊張 不敢亂說話 還有我們有些情節是 一起去玩那些水的遊戲 下水的遊戲 平時都會敢看 當天我真的不敢看 我還沒試過作為一個女人 即是她有的東西 我也有 但是真的不敢看 我見過的東西都見得多了 震撼 都搞不定 這個是香港海女 香港海女 除了頭沒有包外 其他人都包緊了 未拍攝之前都是擔月姐的 我負責的 不能讓鄭姐曬得到的 因為我覺得無謂 無謂適合空 有時候你自己知道 我一走出來 很震撼 我怕那些男人的Focus 都會去我 但沒理由要這樣 搞我們這些女藝術 始終有Focus在她們身上 我無謂搶風 其中有一位 哇 感情 國際model水平 我稱她為法國195 因為她首先有195的身高 外號運動 然後她的樣子是 哇 很英俊 陽光 陽光 觀仔骨骨 那我先不可以雙提並論 你們都沒可能 那麼多是Jeffrey 是 即是高度不是一個 因為195未必會再現 Jeffrey會再現 Jeffrey 我完全沒有猶豫 我真的一點都沒有動搖 總之就是 做回自己 要細心一點 說真的 隨時隨地 帶包紙巾在身上 有些什麼就拿包紙巾出來 接著 戴上一件薄薄的外套 尤其是 冷氣地方 冷 除件外套給她 這些加了很多分 拍了十幾集 薄薄的外套 一次都沒見過 是 紙巾呢 沒有 他走去問發生司令 他就說自己 發了細心 但是我覺得 今次這個節目 最神奇的地方 是跟他熟了之後 才發現他其實是有一點 比我想像中感 自我中心 原來 這麼幼稚 我形容他是那些冷刀男 即是冷酷的都市男人 他是那些 可以跟女伴吃完飯 我經常都覺得 因為他開車 那你送女生回家 是不是都覺得 是一個細心的行為 有人在車內聊一聊 移入一下 接著他就說 我最近只會載到 最近的地鐵站 因為過海不載 紅睡室 對 紅睡室 原來我 有這麼大的性格缺陷 什麼性格缺陷 你的車不會過海 哈哈哈哈 他就說 廣東名 如果女生住九龍也好 新界也好 最近地鐵站放下 是 有地味的優先 講到完善 是絕對加五分 最好住同學灣 哈哈 就是這樣 大家又不用這麼做醫生 但我發現原來我在國外市場 我的搞笑是怕不到 他們會有點擔心 想帶你看醫生 我從來沒有跟外國女生拍拖 但我發現自己應該是不可能 因為始終生活的模式 習慣有很大的分別 混合 但最好在香港是混合了90% 哈哈哈哈 即是外國 那就是了 你混合了一片圖啊 哈哈哈哈 你會侮辱我 我跟你說 已經不少我有少少 我都是九成而已 可以的 我個人也喜歡說話 所以他這麼健談 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很好的地方 一個優點 你先不要遮瑕 你會用一點點的樣子 有時候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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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說話可以把音量細一點 還有 每十五分鐘左右就要休息一會 哈哈 平時跟你真實說話沒那麼大聲 還有阿正也有那個類型 你看 什麼 短頭髮 短頭髮是符合了這個很重要的條件之一 你喜歡短頭髮嗎 你現在才知道嗎 短頭髮很重要的 長頭髮反而減分 所以你弄得尼姑那樣更好 第二天你見到我做訪問 Skinhead 我覺得他不是很大膽 他感覺上 其實他是想掩飾自己真實的性格 所以他才會表現你們眼前的這個出來 所以如果真的想 我覺得真的要追一個男生的話 讓人知道真實一點的好一點 我在節目裡也有這麼說過 大膽一點 他經常說 跟你出去喝東西 都有講字 你有沒有跟過 他沒有邀請過我 我怎麼無緣無故 阿爺 喂 你是不是夠快喝東西 可不可以帶我出去 所以我經常都會拿這件事來接著他 就答應你 勾手指尾 你不需要頭髮 哎呀 能夠跟阿爺一起 你的生活會無憂 你可以照顧他不同的需要 你可以聽他說話 你可以陪他吃東西 可以跟他吃多點雞肉 一起做運動 減肥 可以鞭策大家 之後你本身興趣又多 涉獵的又多 所以我覺得 跟阿爺一起會很幸福快樂